之前我們已經橫評過三個智能拖板 和大家說過一下 究竟智能拖板有什麼方便好用之處 選擇誰好呢? 相信看到標題的你一定心想 咦?又是拖板? 不過你依然按進來看 相信聰明的你一定是見到GAN這三粒字的分別 沒錯,今天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要特意再開多集和大家說的 就是要來和大家開箱幾款GAN拖板 我們一共找來了四個拖板和大家開箱 包括Eagle Bridge Strip Amazing Surgetech 8PD Momax 1-Club 65V GAN Extension Cord with USB 和Murals Smart Fast Charging Power Strip 開始之前,記得要訂閱我們AD研究所 我們會繼續製作關於家居和科技的影片 讓大家可以做一個精明的選擇 不如開箱前先和大家簡單說一下 什麼是GAN? 其實GAN就是叫做淡化架 是現在最新一代半導體技術和材料 那為什麼要用它呢? 它除了運作的溫度比較低和低損耗之外 用了這種物料的產品就可以更輕更細 但是同時提供保持高溫度的功率 所以一個好的GAN拖板 一定要有夠細、有夠輕、有夠溫度高 但是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整日盒上面寫的溫度 最後都出不了那麼多 或者甚至當兩個頭一齊叉的時候 溫度就會跌得很厲害 所以今天我們除了就這樣開箱之外 還會實際實測做溫度測試 看看這幾款的拖板究竟有沒有騙人 想知道哪個最好的呢? 就記得要看到最後啦! 那不如先開箱Eagle的Bridge Strip 外形上就這麼黑色沒什麼特別 上面有顆黑色的總開關 就不能說想只開一個 一開就要全部開 它有四個插位 一個30W的Type-C充電 和兩個12W的USB-A 不過這些Watt數都是它說的 所以什麼都不要說了 立刻來測試一下 它們的真正Watt數速度啦! 趁這個時候考考大家 總記不記得 30W究竟是代表差到什麼呢? 而12W又是代表差到什麼呢? 不記得就建議大家快點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啦! 因為很多影片我們都已經說過了 不過都是好人一點跟大家說多一次啦! 插一部iPhone 而是快插的話 最基本要20W 普普通通插得起一部iPad 都是20W 而MacBook來說 Air就是30W就已經可以插到 但MacBook Pro就需要大概67W才夠 Suppose Eagle這個USB插槽 Watt數是可以插到iPhone、iPad和MacBook Air 但Pro就不夠Watt數了 而實際測試呢 我們先會用MacBook來測試30W的USB-C槽 再用iPhone去測試它12W的USB-A槽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Watt數? 最後還會兩個一起測試 看會不會跌很多啦!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在測試一個30W的插槽 然後看到這個MacBook Air的Watt數 大約是28W左右 經過剛才的測試 我們可以看到本身是30W USB-C的插槽 我們用MacBook Air去測試 是測到28W 而另外我們也嘗試過用USB-A 即是12W插槽 去測這個iPhone 結果是有10W的 最後為了測試會不會兩個一起測 會跌了很多Watt 所以我們也同時將USB-A加上USB-C 同時測試iPhone和MacBook Air 最後結果我們看到一個USB-A就測到8W USB-C就測到16W 總共只有22W 接著就輪到這個iMazing的Search Tech 8PD 這個外形跟Eagle一樣都是黑色的 只有1顆總開關在上面 不過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賣點是甚麼了 就是有8個插槽那麼多 不過多又是否真的好呢? 我們儘管看看 除了8個插槽位 還有一個聲稱60Watt的USB-C插槽 以及3個聲稱12Watt的USB-A插槽 說得聲稱就是因為未親自測過 又怎知道呢? 所以馬上同樣做Watt數的測試 今次60Watt同樣拿MacBook 不過一定要是Pro來測 而12Watt就可以同樣用iPhone就可以了 始終它的Type-C是60Watt 比起正常MacBook Pro需要的Watt數是67Watt 所以一定會比平時測得慢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在插槽60Watt的插槽 Watt數測到大概是40Watt左右 不過這個也不是重點 大家留意一件事 明明它的Type-C頭都只是60Watt 為甚麼這個盒子可以大大 字寫著65Watt呢? 測試一下這個測試大家就明白了 結果很明顯 大家看看各自的數字加起來 才剛好等於65Watt左右 所以盒上寫的65Watt 是整體加起來所有Watt數 不過會說這樣計算絕對是沒有意思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少少鼻填的感覺呢? 想買IP Camera 或者Smart Home智能家居產品 可以去到得到QMark認證 alanda.com 好貨家 無論是看嬌嬌 看老人家 要4K解像度 還是戶外防水的IP Camera 都包羅萬有 他們買的IP Camera 最底便不用300元 絕對是初入門者的好選擇 如果你想找這個HomeKit 又或者是Google Home 適用的智能燈膽 智能拖板 智能門鐘 甚至乎是大型的升降台 又或者是電競椅都好 他們都一應俱全 還有OK便利店自取 又或者上門送貨服務 如果不肯定 那件產品適不適合你的環境 還可以找他們的CS團隊幫忙 或者買安裝服務 不用擔心自己搞不定 最重要的是 輸入我們AD研究所的限時 獨家優惠碼 Audience Digest 立即在額外的九五折優惠 快點按入Description box 享用優惠 來到這個MOMAX 外形和剛才的兩個 甚至是所有都很不一樣 因為它真的特別小 所以插位今次只有一個 但就有65V USB-C 插槽兩個 再加18V USB-A 插槽兩個 同樣都是不要說那麼多 實測了先 同樣這次65V 就更加一定要拿MacBook Pro來試 而18V USB-A 就可以用iPhone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插一個65V Type-C 插槽 看到插MacBook Pro的時候 插槽數大概是50V至55V左右 這次這個盒很清晰地寫了 究竟不同組合的插槽數會降多少 我們就儘管試試用兩個Type-C 再加兩個USB-A 聲稱會有27V加20V 再加兩個USB-A 加起來會有15V 所以這次用一部MacBook 再加三部iPhone便可以了 最後來到Murals這個 Smart Fast Charging Power Strip 不要看它的樣子白酥酥 又是總開關的 那你就錯了 不過待會再說 這個就有四個插槽位 旁邊有兩個USB-C 65V 插槽 以及一個USB-A的36V插槽 這次相信大家一聽都察覺到 Murals這個插槽數 整體都比較高 以及同樣 什麼都不要說 先測試一下 我們這次用MacBook Pro 來測試它的65V之餘 當然要測試它的36V USB-A插槽 我們可以看到 結果用USB-C插槽MacBook Pro 是得到61V 而用USB-A插槽 同樣都是MacBook Pro 是插槽到31V 來到這個測試 由於我們都知道 同時插槽數都一定會跌 而今次這個 都很誠實地告訴我們 它兩個Type-C再加一個USB-A 只會出到第一個USB-C槽的45V 而另外一個USB-C 再加一個USB-A 就會跌到15V 加起來會大約60V 所以今次會專用 兩部iPhone插槽 第二個USB-C槽 以及USB-A槽 儘管看看是否真的這樣 結果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Murals真的沒有騙我們 插槽的插槽數 真的跟HUB-C基本上差不多 而且今天這麼多款 支援最高插槽數的就是它 你可以說Mumax都同樣差不多 一樣兩個USB-C65V USB-A插槽 雖然低插槽數 但也有兩個 不過我要告訴你 這個GAN充電 都只是其中一個賣點 但這件事真的只有Murals才有 就是HUB上面右下角的這幾個標誌 沒錯 它就是代表著這個拖板 在市面上 極少數支援Smart Home的GAN 智能拖板 還要支援Apple Home 意味著你可以用廣東話 叫Siri控制它 除了Siri之外 還可以支援Google Home 或者Amazon的Alexa 甚至是Samsung的SmartThings都可以 雖然今天試的拖板 都只是一個種開關 但它跟其他不同的 就是它可以用Apps和Siri 來獨立控制每一個插槽 以及整個USB充電 不用說一開就要開 全部那麼麻煩 詳細究竟智能拖板有什麼 就建議大家 真的要去看智能拖板的影片 今天開箱的GAN拖板 每一個的性能特點 我想大家都已經很清楚 單一計算價錢又如何呢? Eagle這個229元 是今天這四個拖板中最便宜的 不過它Wall數都真是最麻煩 最多只有30Wall 所以這個價錢也合理 至於Amazon 368元 我覺得重則不重量這句話 就真的沒錯了 Double插槽位數量絕對沒有什麼特別好 價錢又要貴那麼多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的不太需要考慮 反而Momax這個258元 雖然少考一些只有一個插槽位 但USB 吵多之餘 Wall數的表現都中規中矩 其實這個價錢真的可以考慮 至於最後Murals這個 其實都算明顯不用我說了 論全面它就一定是最好的 價錢就628元 可能你會覺得好像相比其他真的有點貴 但我經常都說 一分錢一分貨的確是值的 還有就是客觀點舉個例 這個Momax的GAN火牛只有2個65W USB-C 再加1個30W USB-A 跟Murals的USB插槽差不多一模一樣 價錢要398元 加多200元就有4個插槽 再加Smart Home 感覺瞬間好像值了 不過當然說了這麼多 都很視乎大家的需要 如果大家家還未是智能家居的話 就不妨考慮一下 不過有一個小貼士想提提大家 其實逢有USB充電位的電器 都一定要有一個叫做 IEC或者EN62368的證書安全認證 有些就好像Murals這個 清清楚楚寫給你看有 但有些就可能好像Momax這個 什麼都沒有寫 所以大家記住 如果你著重使用安全的話 就記得選擇的時候留意一下 咦 別走著 我們今天當然還有優惠帶給大家 由4月8號至5月7號 凡是你想購買Murals的拖板 只是以優惠價998元 就可以買到1套 即是MSP843P 拖板2個 如果你是多加1元 買買MSS110 就是以999元 就已經可以得到2個拖板 再加上這個轉插 非常之划 那你還不去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